文佛音 见佛法 意思是 众生生死死 再死亡后 灵魂又轮回重新投胎成为另一个人 像车轮一样 转动不停 循环不已 每个人都有前身和来世 那么怎么才能知道自己的前身来世呢 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分享一段来自南怀景的开示 内容或许有些声色难懂 但佛友们一定要静下心来 认真领悟 每言每句都会让你获益良多 所谓因缘 是一个前因搭住了后果 例如我们看到了一杯水 想到了汽水 想到了果汁等等 都是由一杯水这一念来的 是连锁关系 有人常喜欢知道自己前生是什么样的 来生又会变成什么样 你不用问别人 自己应该知道的 你这一生种种的遭遇是果 都是前生种的因 你来生的遭遇就看你今生做了什么事 种什么因了 所以说若问前生是 今生受者是 若问来生是 今生做者是 这就是因缘关系 所有因缘要如何去了呢 在一念之间 五因 六根 十二根尘 十八戒等等 就是一念 一念之道了就自性本空 因缘本性也是空 因为是性空 所以能生起因缘的作用 这就是缘起性空 性空缘起 宇宙万有皆是因缘所生 注意 这是说宇宙的现象 不是本体 冷眼睛说非因缘 非自然生 很多人就觉得不解 一切法明明是因缘 为什么说不是呢 问题是 冷眼睛那句话讲的是本体 本体是空性 至于宇宙万有的现象才是因缘所生 因缘纵使过了几亿万年都不会消失的 不受时空阻碍 所以佛教导我们 甚莫造阴 因为假使经百节 所作业不亡 因缘会遇食 果报 孩子寿 这个中间的道理是非常复杂奇妙的 因此 佛经还有四句话 人身难得 中土难生 明师难遇 佛法难闻 共有四难 说明佛法菩提因缘成就之不易 菩提因缘不成就 修行只能算是重一点善根 等他生来是因缘成熟时再说 所以一个人的悟道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佛学名称是时节因缘 就是时间 时节因缘不成熟还是不可能 因为时间是心不相应刑法 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因缘也是很奇妙的 有时与某人只有一面因缘 再想过去打个招呼就没有机会了 从此天南地北甚至天上人间永远隔开了 所以佛法和中国文化都要人珍惜善缘 在维摩节的《花雨满天》艺术中有这么一段话 佛还是有夜报的 像有一次生病 还有在81岁涅槃时寒风发背 又有一次 佛的脚扎进刺出血 他用神通茶汁使多生累世之前他刺伤过别人 应该受这个果报 还这个账 因为成佛了 只要他身上出血 这个因果就可以了了 佛经上说 假使百千节 所作业不枉 因缘会玉食果报 还自受 所以你要求少病少苦 这一生就多布施医药给别人 他生自然会少病少苦 如果你只为自己打算 凡事只求自己好 恐怕这一生都没人理你 何况他生来世 孟子曰 莫非命也 顺受其正 这是孟子在说明一切人的生命存在 生来自有固定的因缘 这也是大家困惑所要追问的问题 既然现有的生命早已是命中注定 那又何必需要努力修为呢 这不是宿命论吗 其实一般人所谓的宿命论是认为自己的命运 被另外有个主宰已经定好了 无法改变 其实这里孟子所说的命不是他力所定的宿命论 诗经 大雅 文王早有永延配命自求多福的古训 由此可见我们的传统文化素来都不是迷信宿命论的 而是要人人自求多福的 这恰恰如同佛家所说的命并非另外有个主宰 早早为你订购一生命运的模式 佛家所谓现有的命与过去未来的因果关系 都是唯心自造 既非因缘也非自然 其中奥妙一般人实在很难理解 所以佛家有几句名言 欲知前生事 今生受者事 欲知来生事 今生做者事 在孟子与静心篇中关于这个说法也很有意思 今生我们所受到的一切都是前生的业力习性带来 很难改变 若问来生如何 就看今生做了些什么 在佛家的威师学中 生命中带来的过去的业力名为种子 种子起现形 由种子发起现在的行为 现形熏种子 由现在一生行为的结果又成了未来的种子 所谓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这就是三世因缘生法的道理 是佛法的透彻之处 真是天衣无缝 我的理解也许还不到家 但我研究各宗教的哲学 都没有办法超越因缘所生法的原则 想要将我们这个现形的命改变是可以做到的 不过必须行大善 至善 做到去恶为善 止于至善 这谈何容易啊 生命的来源 每人的禀赋不同 命运遭遇也不同 没有上帝 也不是佛菩萨做你的主宰 也不是阎王 而是无主宰 非自然 不是唯物的 那么生命究竟怎么来的呢 是我们自己造的 自己带来的 这个自己造的因果是什么 释迦牟尼佛有几句话 学佛的更要了解 一般看起来是宗教 事实上它是讲生命科学 假使经百节 所作业不忘 这个业是事业的业 你的心理行为与一切做出来的行为 是有啊 不是空哦 都在积累那里 即使经过很长的时间也不会消亡 因缘会遇时碰到那个机会一来 条件成熟了 果报还自受 就有因果报应 要还账的是前生来的 这个因果律与自然科学的因果律一样 前因变后果 佛说无主宰 非自然 没有什么阎王 上帝 菩萨 佛做你的主宰 你的生命完全是看你自己因缘成熟 夜报如何 这里面的重点是三世因果 所以佛有一个最重要的吩咐 这个三世因果就是你的心理行为 和你平常做人做事 过去到现在无数声的行为 累积起来的 这个是动力 拿现在的话讲也不是唯物 也不是唯心 但也包括唯物唯心力量在内 这个叫做业力 造业包括善 恶 无忌三种业 无忌业是中性的 有时候记忆里没有 不要认为记忆里没有就真没有 有的 存在的 都会报应的 学佛为什么要学界定慧 有个基本的原则 有一个基语大家注意 假使经百结 所作业不枉 因缘会遇时果报孩子寿 假使经百结 不管你过去生多少时间 百千万亿年 所作业不枉 你所做的行为没有枉 没有消失 因缘会遇时果报孩子寿 我们所做的行为在物理世界也好 精神世界也好 一切做过的事都有记录的 譬如我们年轻时所遭遇的最痛苦的事情 最喜欢的事情永远不会忘 就算平常不去想它 但在下意识里都存在的 这就是假使经百结 所作业不枉 没有忘失过 永远存在 所以这个叫一切有 不是一切空 因缘会遇时就受这个果报 生死是这样来的 学佛还有个记字 遇知前生事 今生受者事 遇知来生事 今生做者事 遇知前生事 你问自己前生是个什么人 做了些什么事 今生受者事 他说你这一生观察自己的行为遭遇 就晓得自己前生或者多少生前 做了些什么 才有今生这样的果报 以果看到过去的因 遇知来生事 你想知道来生或后几生怎么样 也很容易 今生做者事 看你这一生做了些什么 你欺骗了人 来生一定受欺骗 你杀了人 来生你一定还这个命债 一切一切 爱情也好 什么也好 都有因果 上面这两个记子 就说明了三世因果 六道轮回 大家问算命看相有没有道理 我说有啊 那是过去的定义 显现出这一生应受的果报 人生的命运 以佛学来解释 那是多生累劫的因果 也就是这句话 假使经百劫 所作业不忘 因缘会遇使 果报还自受 讲到三世因果 大家很不容易相信 因为看不见的缘故 其实很容易看 我告诉你一个方法 可不是神通啊 不要瞪起眼睛 以为有个法子传你 你只要看看我们自己一生就晓得了 尤其我们在座中年以上的朋友 我们中年所遭遇的环境 是年轻时候已经埋伏下的因 万年所得的果 也就是中年及年轻 自己所作所为的结果 把人生分三个阶段 二十岁前当前生 二十到四十当这一生 四十当六十当后生 这个三世因果也差不多了 或者看近一点 昨天就是前生 今天就是现在生 明天也就是来生 我们很多同学 常常跑来跟我开玩笑 老师啊 我前生究竟是什么变的 我又没有神通 但是你自己可以看见啊 欲知生前世 今生受者世 你这一生所遭遇的事 就是前生的果报 欲知来生世 今生作者世 佛法最难之处就是这个三世因果 六道轮回 他承认生命是永恒的 但生命的现象则是变来变去的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 期待大家在视频下方留下自己的感悟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